这孩子是哪来的 爹 您快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叫你们母女俩别说 你们偏要说 先滚回去 你要害死雁容啊 回事再找你 我的孩子 孩子 妈对不起你 妈对不起你 不是 叶若 是爹对不起你跟孩子 爹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可是我不能再丢下这个孩子 不管 不能光贪图我的幸福 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 我要我的儿子 我要带他回去 好好地照顾他 叶若 千万不要冲动 想想现在 你是姚家的媳妇 你不为自己想 也要为静时跟姚家人想想 你带着孩子回去 静时他承受得了吗 还有 姚家的人 会怎样对待你这个儿媳妇 现在最好还是把孩子交给我 你可以随时来看的 你放心 这位大婶很尽责的 至于 至于以后 回去再商量吧 大婶 药间好了吗 先给孩子吃 待会儿让他好好睡一觉啊 来 给我吧 叶若 孩子怕生 别吓着他了 是啊 该回去了 爹 我舍不责孩子 让我再多看一眼好不好 孩子 你等着 妈很快就会接你回去 你要乖乖的 妈明天再来抱你 再来 展笑 再来看你 帮你 好了 好了 痛 不哭了啊 要好了 我们自己喝药 好了 不哭了 跟我猜 怎么了 你 不是 你们牟尼娜就没安好心 故意设计让燕蓉撞起孩子 我们沈家怎么会有你这样坏心样的女儿 老头子 这秀妻太医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你的心变到墙角去了 你们俩一个德行 兔上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个没有心甘的女儿 滚出去 老头子 这燕蓉撞的儿子不是件好事吗 你就别怪秀妻了 你再不给我打死你 秀妻 你赶快出去读读 你爹他疯了 老头子 秀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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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佑 秀妻 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我爹 我爹他打我 把我赶出来了 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他亲生的 秀妻 秀妻 别难过 你爹这是爱之深择之妾 我妈他也经常打我呀 打完之后 还不是照样把我当个宝一样疼吗 可是在我爹心里面 只有我姐是个宝 从小到大 什么好处他都留给我姐 根本轮不到我头上 可是燕蓉他 他连我最心爱的男人都要抢 能怪我吗 傻瓜 就算你心里再不乐意 京哥都已经成亲了 你也该放下了 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吧 我哪儿还找得到幸福 你当然找得到了 你的幸福啊 就在眼前 踏破绣鞋找不到 得来全不费功夫 小齐 你想不想带走新娘花 你坐下好吧 别在那烦人了 都是你 让你把那孩子送原点送原点 你不听 现在好了吧 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果你不让秀琦知道 事情也不会到了这个地步啊 叶蓉 这孩子的事千万不能让靖石知道 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如果他突然发现你还有个儿子 他会崩溃的 爹知道你想孩子 下回去看孩子的时候 得找个好的借口 面对姚家发现了 哼 别有谎话 可是你爹的拿手好戏 你找说些凤娘话好不好 燕蓉他正六身无主呢 还不快想法子 怎么应付姚家啊 你先替你自己的儿子想想吧 现在长安的处境有多危险呢 叶蓉 你千万不能走楼风声啊 就算是只抱不住虎 你也要拼尽全力地保护长安 绝不能让姚家知道 那孩子是长安的种 你就担心儿子 你也是当娘的人的 应该能体会叶蓉想孩子的心情啊 怎么着啊 我生两个孩子是光明正大的 而且还把他们养大了 就算是他 这个捡来的 我也没有亏待他呀 我不回去了 就算我回到刁家 我的心还是在我孩子的身上 我现在只想要每天抱着他 照顾他 爹知道你思念孩子 可是在没有想好法子之前 你还是要忍耐一点啊 爹 我怎么能忍得住 对孩子的思念和愧疚呢 我甚至不敢想象 如果我把孩子带回姚家 今时会是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啊 就是把你修了赶出家门呗 又是他们知道了 追求孩子他爹是谁 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那老头子赶紧 赶紧把那个孩子送得远远的 生得一场梦多呀 不可以 我宁愿放弃进食 我都不可以放弃我的孩子 就算要我牺牲我所有的一切 我也要保护我的孩子 我是他的妈呀 那那那那 叶蓉使不得 这孩子的事千万不能被掀开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 否则你会受尽屈辱 没有容身之地呀 还有啊 你会害得长安堂 被护住咬尽 被赵家赶出家门的 叶蓉 如果你不想让爹担心 千万不要说出去 答应爹好吗 这算怎么回事啊 一个女儿逃命跑了 这里一个女儿 也最深难保了 宝宝 从你一生下来 我们母子就被拆散 害你变成 没爹没妈的孤儿 妈剩下你 却没有养你 都是妈的错 不过你放心啊 从现在开始 没有人 可以把我们母子拆散了 妈 妈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居然连孩子都有了 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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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人 别打啊 会伤了孩子的 你懂房华主义 我只知道你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可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连孩子都有了 你说 你到底要不要脸呢 你居然敢夹进我们姚家 破坏我们姚家的门风 妈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应该隐瞒这件事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孩子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然 说什么我也不会接受近视的感情 加入姚家的 够了 你不要再解释 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我告诉你 你的所作所为简直是罪无可赦 就算是千刀万剐 也拿下我心头之恨哪 我告诉你 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你的仇事全部解放出来 阿福 在 把你带走 是 走 妈 妈 妈 给我跪下 雁容 妈 又发生什么事了 你干吗罚雁容跪呀 这孩子又是谁的呀 谁的孩子我不知道 不过我肯定 是你媳妇生的 妈 这怎么可能呢 就算您再不喜欢雁容 也不能栽这么大的葬给她呀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由不得你不信 这个女人是真是德 还未婚生子 你自己看看 这孩子几个月大了 这不要脸的女人 跟这外面的男人啊 门会欺骗 嫁入姚家 她图的是什么 就是姚家的财产啊 你看看 她连小孩都生了 因为她真爱你吗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不要脸的姐 妈 你不要脸 妈 妈 妈 好了好了 先不要动手嘛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为什么要急着定雁容的罪 再说这件事情 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就是你一直偏袒她 她才会胆大万为 这声你说句话呀 叶狗 你告诉我 这孩子是你的吗 雁容 你别怕 你告诉他们 说那孩子不是你的 你说话呀 锦师 对不起 那确实是我儿子 所以你早就计划好一切了 你 利益我对你的真心 嫁进姚家当少奶呢是不是 所以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你对我都是虚情假意 对不对 锦师 我爱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不要再说谎了 沈颜柔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爱你 你真心的 你太可恶了你 我如果早知道我儿子还活在这个世上 我也不会答应你的求婚 锦师 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对不起 够了 再多的解释 也掩盖不了你的欺骗 我只恨我自己为什么会爱上你 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谎言 锦师 锦师 我相信雁蓉她是真心爱你的 她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她如果真心的爱我 她就不会来伤害我 我说过 我可以接受你过去的一切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欺骗我 锦师 我要公审这个人尽可福 不守复道的贱女人 并且以烙印做刑罚 让姚家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 这是败坏门风的下场 我不同意 我这是烙印的受害者 我了解受刑人一生所受的痛苦和折磨 锦师 别再让这封剑的酷刑 继续残害其他女人了 她跟你不同 她的所为 寡连贤坏门风为家族所不如 绝不能轻扰她 你们 把沈燕蓉关到柴房去 等候处置 是 老爷 真生 我不要 不要我的儿子 燕蓉 你放心 孩子我会照顾 我负责把他交给他爹 快点把他拖下去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给你帮我 你帮我 走 你帮你 要你无论 我 我 虽然 这是谁的孩子呀 这孩子是雁蓉的 雁蓉的 雁蓉的孩子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是雁蓉的孩子 我是说 我从来都不知道雁蓉有个孩子 我之前遇到雁蓉的时候 她说她刚留掉了孩子 身心俱疲 她自己以为孩子没了 真是说来话长 乖啊 我的天哪 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乖啊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雁蓉是这种女人 都已经跟过别的男人了 还有脸嫁到姚家了 姑妈是最爱面子的 她怎么也丢不起这个脸 绝不可能饶过雁蓉的 不过这孩子还真是白净可爱啊 让我抱抱 来 宝宝 不哭不哭啊 长安 我们家的宝宝将来 也一定像她一样讨人喜欢吧 你要不要也抱一抱 感受一下当爹的滋味 美妖 别闹 我不抱 把孩子抱怨她 这孩子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外甥 你这个做舅舅的怎么这么冷漠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雁蓉有孩子的事 故意瞒着大家不说 对吧 你胡说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我如果知道的话 怎么会告诉姑妈说 雁蓉在结婚之前是清白置身呢 我只不过看雁蓉闯了这么大的祸 我头皮都发麻了 她人呢 这会被关在柴房里 那现在这孩子怎么处置啊 我答应她 要把孩子送去给她爹 我要走了 这雁蓉的胆子也真够大的 欺上瞒下 闹出这么大的事 这以后她还怎么见人呢